印度神童预言 进入12月的第二周 世界会有戏剧性的变化 想不到成真 目前 Omicron病毒至少攻陷世界40多国 WHO宣布 Omicron风险仍非常高 美国出现30个龙卷风 中国西安封城 Omicron入侵台湾 疫情与灾情真的出现戏剧性变化 美国单日新增51万确诊 又创下一个令人震惊的记录 印度神童曾警告中国 小心业力成真 现今中国已出现西安封城 印度神童早在6月跟10月的预言就指出 2021年12月10之后开始 就会有很多问题 包括自然灾害 饥荒 洪水等气候灾难 以及新冠病毒延伸的其他问题 果不其然 进入12月第二周后 世界是不平静的 进入12月第二周之前 Omicron病毒已经攻陷世界40国 印尼东爪哇省塞梅鲁火山喷发 台湾 日本 秘鲁 印度 海地 阿拉斯加等国家 接二连三发生地震 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 中国河南 德国 印度南部等地区 都发生水灾或大洪水 印度神童阿南德警告 小心2021年12月 疫情与病毒危机范围扩大 所有人的防疫 螺丝不能放松 要注意大地之母不断地警告 业力是最高法律 人人有责任保护自己与一切众生 印度神童阿南德表示 我们生活在非常严峻的时代 一个全新的时代 现在距离我们发生580年来最长的血月 还不到一个月 现在又有了卡拉萨帕瑜伽 这是一个罕见事件 因为天王星 海王星 冥王星都在轴内 要让所有行星都在黄道12宫内的180度并不容易 但这就正是现在发生的事 经济肯定会在接下来6个月受到影响 特别是2022年3月4月之间 未来很多年 人与人的关系的游戏规则将会改变 疫情更是 整个世界还是不能大意 预言真或假 不代表本频道观点 仅供大家参考